下午两点 刚刚做完各项检查 宋玉威就开到了三指 被紧急送进了待产室 现在她来的就是特别地快 特别地疼 当然进那个待产室之后 都已经开到快三指了 疼的就是已经受不了了 我就和大夫申请 我说能不能就是 让我们那个家属进来一个 把我妈叫进来之后 我就后悔了 腿痛苦啊 腿痛苦 她也是蛮透大汗的 我给她砸汗 疼了 让她开得慢 比我自己生还难受呢 腰生的时候腰疼 我都一直给她按摩腰 按摩的时候我也掉眼泪 她眼睛里边有泪 她还不敢流出来 她还怕一流出来之后 我也特别地难受 我就更加难受 就更加疼了 她就也不 她就使劲拨着我 不用担心 五六个小时留不在里面 还挺担心的 像你这个呢 你开得挺快 有时候还得检查她 人不需要走 我先测会儿来 我先测一会儿 我先能好呢 那里头有测过吗 那看着那个人呢 我挺焦急的 妈 哎呀 咋样了 爷爷 快来 快来 开个五指来 生产不是总有处危险的吗 我的老胡子乱讲的 我一致都不好受 今儿一点都不好受 也都一直在特别焦虑这状态里 大夫说赶快多吃点饭 就增强体力吧 把粥吃了一会儿省了美丁 别招呼 坐下来一盒都盒了 都没 好 当时我妈是一边为我饭 一边掉眼泪 一边为我饭 一边掉眼泪 都折腾在那儿 媳妇坚持住啊 大夫现在还省不了呢 嗯 后来就是因为看我妈挺难受的 要不然就换我对象进来吧 胖子疆了 没事啊 哎她一进来之后 她一说这个就更难受了 寶寶 你让你妈 让你妈整个都想装脚了 我对家当时看见我的时候 她也都要哭了 她眼睛里边也都有泪了 你最坚强了 这都不烫一点 这都快不烫了 寶寶 快点出来 让你妈都可以少受罪了 回去给你买一下 知道吗 在外边等着 那滋味更难受 她垫着里边就爆啥呀 别说我唱了歌 听得懂 我实在疼得都受不了了 转移一下我注意力吧 他一唱那首歌就感觉心情特别好 但是没想到他和神的时候来给我唱那首 他一唱那首歌我就忍不住了 就又哭了 当时我隔壁床开拳了之后 他就先进去了 我在外边听得里边那个惨叫声 当时也挺害怕的 当时从大产室走到产房 当时还在说不然的话 就打那个无重分娩针嘛 我就想了 不要借助一些外力啊什么的 就减减自己的疼痛 还是自己就亲自体验一下吧 没想到这个体验 就是让自己身身满梦了 上铲床了嘛 自己都已经感觉宝宝都快出来半个头了 然后大夫一看 还真是就赶快急忙穿那个手术衣服啊什么的 就心里边就一直在默念 在心里边我也觉得挺坦澈的 就怕出什么问题 身上有性 健康有性 脑海已经一片空白了 我就想了 赶快实际赶快把它生出来吧 在宝宝马上就要被撑出来的那一刻 就是感觉肚子里面疑困的 是他们宝宝呗 咱们的 在宝宝之里面 什么呢 嗯 你听见的 嗯 嗯 几斤的 没说呀 叫我出来那一声的时候 也感觉自己 哎 实在太行了 本节目